又是没抓到勤酒的一天 似乎已经忘了黑衣组织这回事的柯南 和毛利大叔小兰来到了奇遇县 这里将举行一年一度的天下第一业绩 看来这个可怕的死神小学生 要把死亡带到蜡笔小新的故乡了 故事开始 在宾馆的房间里 一个瘦瘦的男人阿瘦在翻箱倒柜 把房间翻得一塌糊涂 说是找钱包 这让旁边刷牙的胖子朋友阿胖很无语 阿瘦翻完行李就掏出枪 崩了阿胖 我真是惊讶 这么直接的开场 这么果断的枪杀 有点辣个男人的味道 阿瘦拿走钞票 伪装成入室抢劫的样子 然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走了出去 看来是对自己的乔装非常自信 然后阿瘦直接跑到河边 将凶器装束扔进河里 只留下一个相机和一抹自信的微笑 此时柯南们正在逛祭典 原来这个天下第一业绩 就是在三座山上 依次烧出天下一这三个字 简单来说就是放火烧山 来祈求来年的丰收 不得不说今天的柯南特别可爱 穿着浴袍 还绑了个很丑的气袖 值得一提的是 台配版柯南的内心吐槽 用的是工藤细腻的声音 别有一番反差门哦 凶手阿瘦处理完凶器 就跑进了人群 假装成看祭典的游客 然后顺手让旁边的小兰 给他拍个游客照 不难猜出 阿瘦是想用照片制造不在场证明 但是这手气也太背了 一点就点到死神一脚 所以就算是杀人 出门也是要看皇帝的 此时祭典的天下一撒字 已经烧到一字了 阿瘦用自己的傻瓜相机 以一字为背景留了个影 然后阿瘦告诉小兰 自己是个作家 这次是和另一个得奖的作家朋友 阿胖来这边玩的 刚聊两句 奇遇县陷阱横沟警官突然出现 他跟阿瘦说 你朋友阿胖刚被发现 死在了宾馆房间里 你要过来配个调查 鉴于这集没有小黑 大家都知道 就是阿瘦杀了阿胖 接下来就看阿瘦怎么表演了 毛利一行人一同来到案发现场 这时横沟警官认出毛利就是那个名侦探 可以看出毛利大叔 目前还只被克兰摄晕过一次 所以这时候的大叔 还没有沉睡的小五郎的名号 只是单纯的名侦探 这时的毛利遇到自己的谜地 还不会飘到原地起飞 不过这并不影响毛利成为破案路上的最大阻碍 因为他一来就为凶手找到了有利的不在场证明 然后认定这是一起单纯的入室抢劫案 因为嫌疑人阿瘦的傻瓜相机里 不仅有拍到记点上 烧身形成的一字的合照 还有记点刚开始时烧的天字的合照 这一作案时间起了冲突 好在横沟警官对毛利的崇拜 并没有冲昏他作为刑警的直觉和理智的头脑 他认为这个不在场证明太刻意了 还不能彻底拍出阿瘦作案的可能性 横沟警官表示 这种照片可以用后期技术伪造的 你不会没听过PS吧 阿瘦说我是个写书的 从没学过PS 而且你看好了 这是傻瓜相机啊 胶卷直冲的 这下横沟警官也没辙了 这是一个著名出版社的记者 文讯感到 原来他们出版社已经约定好 让阿胖给他们写小说 明天就是节稿日了 没成小阿胖还没动笔就死了 这让出版社很苦恼 于是阿瘦为难的拿出自己的小说 交给记者军解围 因为阿瘦和阿胖曾经一起协作 所以文风最为相似 是唯一可以代替阿胖的人 这下好了 动机都直接送上门了 这让柯南几乎笃定阿瘦就是犯人了 于是柯南努力回响 又认真看了下照片 突然遭到了破绽 其实这个手法和破绽都非常简单 看到这的你有没有想到呢 眼看阿瘦就要跑路了 为了说出推理 柯南PO示一下 把毛利小五郎给射晕了 然后把毛利摆成名侦探的样子 毛利大叔不会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一下子就定型了 首先要对接下来的毛利的打脸言论做个解释 呵呵 之所以刚才说你又不在场证明 是为了让你掉以轻心 其实我早就知道 这不是入室抢劫上岸案 请看尸体的嘴巴 上面还有双牙的泡沫 而死者是被近距离射上 试问若不是很熟的人 被害者怎么会一边刷牙一边开门 还近距离对话这么没礼貌呢 而且门口的人刚听到枪声 就看到凶手跑了 凶手哪有时间把房间搞得这么乱呢 接下来就是正经的推理 呵呵 而你所谓的不在场证明的照片 其实只有小兰给你拍的那几张 带一字的是今天拍的 而那个给你作证的天字合照 其实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拍的 因为这个祭典本来就是一年举办一次的那种 这个手法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把相机保存好 服饰和发型发量保持好就可以 哎呀 我说阿兽看你开头那么自信 我还以为你想出了什么天才手法 听完阿兽流了一滴汗 但依然淡定 呵呵 你倒是说出证据啊 一岁存无懂不懂 柯南正要接着说 却因为气球被小兰发现了 我说柯南这体重设定是不是有问题 一根信就拎下来了 于是柯南把推理的舞台 交给横沟警官表演 在柯南提示下 横沟发现阿兽的天字合照上 手腕处是晒的纯黑的 而今天的阿兽 手腕处却明显有一根劳力式的留下的枯燥白影 阿兽终于放弃征扎 哥哥 早知道我就一直觉得PS了 原来阿兽就是想取代阿胖 发表自己的小说 写手界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不过这犯罪手法和现实中也蛮扯淡的 就算隔了一年 在同地点 同时刻 先后拍的照片 你怎么就保证服饰 发型 长相 跟去年一模一样 暴斗咋办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这也不算直接的证据 请个律师还是可以批一批的 最后 华丽起来后 并没有觉得自己被暗算过 似乎间歇性失忆了一样 看来这个手表麻醉针 还是很伤脑子的 这让柯南松了一口气 在一阵大校中 一起枯燥的案子就这么结束了 那个素敌一般的男人 似乎已经暂时被柯南掏之脑后了 下一集 他也是想不起来的 这一集就说阿展 再见